先了解 然后才能分析 然后再继续的得到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我更推荐家长们去选择 跟这一代孩子们打交道的通路 你可以说不能 你可以说不好 你可以说不行 但如果你能先解释 孩子会好受很多 当我们还在大量的电子产品的围绕中成长的时候 他的人生逻辑 他的人生哲学 他看待事物的方式 势必会受到改变 这种改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剥夺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 更好在其中扮演木华油的角色 更好去理解孩子跟电子产品中间 产生了怎样的交互 然后利用这种交互 而不是抨击 驳斥这种交互 大家好 我是一课talks的讲者叶壮 同时也是一课的老朋友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一个分享的题目呢 是如何去跟数字原住民打交道 我不算数字原住民 我儿子算 那么在他们这一代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不管是手机 Pi的 WiFi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电子产品 以及互联网工具 构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那这批孩子呢就被称之为DNA一代 也就是数字原住民 很多家长本身不是这样一代人 但是孩子却是 这就构成了我们跟孩子在交互过程中的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还有转机 我相信听我们演讲的很多人 其实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干的都很优秀 那假设今天你所在的工作岗位空降了一个 对你所做的事的专业度完全不了解的一位领导 你也非常不愿意去服从他的管理 其实你自己非常清楚 你有一万种方法不动声色的来给他的工作找麻烦 因为他不了解他管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今天如果我们的家长要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 要管理孩子去玩电子游戏 要管理孩子看短视频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恐怕就是先要来自于对于你要管这个事物本身 拥有足够量的了解 先了解 然后你才能分析 然后再继续的得到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我更推荐家长们去选择 跟这一代孩子们打交道的通路 其实整个这条链路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已经使用过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管理咨询公司 面对一些年轻人比较多 整体比较年轻化的企业 都会提出基于游戏化的管理咨询和管理变革方案 因为很多人成长在互联网体系下 电子游戏的影响下 以及2000年后新浪潮文化的影响下 那么他们对于很多东西就有先天的好感 以及适应 那么这些元素过于复杂 我把挨个拆开讲 我们单独只讲一点 比如说 有一天我们家老大的班主任老师 要安排家长去学校门口站岗 有一天就安排我去学校门口站岗 孩子们放学 我在外面去监督秩序 其中我发现非常多的家长 接了孩子以后 跟孩子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在那站了一个多小时 我观察到的大多数孩子 对于家长基本上都不反馈 家长说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这孩子说还行吧 一般啊 就那样啊 跟昨天一样啊 基本上是这样的反应 那家长肯定不乐意啊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我想了解了解你 对吧 那到底怎么才能够了解孩子呢 这时候其实满可以引入一个特别重要的游戏化方案 就是改变你去问孩子的方式 比如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如果从一分打到十分 你愿意给自己今天过的这个状态打几分呢 你会发现DNA一代就更加愿意去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 因为赋予一个东西分数是非常具有游戏化特质的一种交流手段 当他给了一分就我今天可能我觉得就打六分吧 七分最多了不能再多了 家长其实就可以再进一步去沟通说 那你觉得我今天再做一点什么 可以给你这六分和七分再加上一分呢 这样的沟通方式其实更容易走到新一代孩子们的内心中 而不是仅仅依托于之前我们想当然的交流模式 其实类似游戏化的应用能够创造非常多的学习机会 谁说天底下只能学数理化 有非常多的社会规矩是需要去学习的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APP观看